今年圣诞节受疫情影响 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都受到管制 而在南韩首尔的一家猫咪咖啡厅 老板特别为猫咪换上红白色的服装来庆祝圣诞节 营造出过节气氛 老板爱心收养的一百多只流浪猫 成为咖啡厅亮点 温暖游客们的心 随着主人铃声的召唤 猫咪们一窝蜂爬向爬坡上的平台 一个个的整齐吃饭 几只换上红白服装的猫咪 为店内增添不少节庆气氛 位在南韩首尔的咖啡厅 猫咪花园以饲养一百三十只猫咪为特色 游客可以在店内摸摸这些猫咪们 与它们互动 又助于摆脱疫情带来的不安 抚慰人心 猫咪花园是老板 布瑞因在2016年开幕 主要收留流浪猫及被弃养的猫咪 今年受疫情冲击 2020上半年 弃养宠物的数量 就比去年增加了3.7% 猫咪咖啡厅的营运也受到打击 过去每天约有100名游客光顾 但现在下降了三分之一 即使在面临营运成本的压力下 老板普瑞因依旧无微不至地照顾猫咪 还准备圣诞大餐 鸡肉派对给猫咪们享用